这里是礁西共城停车场 可以停放55部小客车 52部机车 把车停好后再转搭国道客运北上 不过因为礁西市区每到假期就车潮涌现 为了降低市区的交通负荷量 地方争取能在共城处增设国道客运停靠站 这个座位杂道去很通 就是要直接上高速公路最快的 目前我们现在国家和国家都在那边车来 在那边我直接来这里又停一趟 收起是怎么办 都没影响整个时间和路线都没影响到 这个说明知道吗 就是要让我们打开去的 当我们不保持住 包括局长那边来这里直接抬起来 生差没有五分钟 有时候生差没有五分钟 你们就去有意见 要照民意 照地平才对 交西市区我们交易市区虽然有一个转运站 不过原则上那边的停车空间 是不大够的 那把车子 这么多车带往交易市区 只是让假日的塞车更严重 你打开 你看你只要假日啦 寒暑假啦 跪你啦 哇 整个打开车车整个了 如果把转运站系在家 它是平衡 它是平衡 它是平衡的 所以说 村民都 大家都很志志 所以说我 算计划 政策 每个人都比大部分都得到 所以说 请上头 重视这家的交通 说你们怎样做的 三十里之后 我在新宏路 我中山路 去转一站 要多发二十分钟 不是 不是这样 我们地方的诉求就是 它就是这样 宜兰或罗东 发出的车子可以经过这里上去啦 搭国道客运北上 在午节及状围都设有上车接驳处 不过由于新增路线 必须由客运业者评估班刺激时间 今天上午 立委承拗 铺与县府郊西乡公所 监理所与客运业者 共同在共城处会刊 讨论可行性 国道客运目前只有 午节跟状围的林亭站 郊西并没有 经过地方的议员 代表会 跟村长们 以及头城镇的代表跟里长人 一致的争取 希望能够在宜兰发出的 格马兰首都或者是国光 他们在状围林亭站之后 能够经过我们郊西的林亭站 然后再上仪式闸道 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 郊西市区的拥赛问题 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附近的民众 不用到市区里面打车 我想这个政策我们非常支持 那也要求相关单位积极配合 新增接驳点大概要多花20分钟的搭车时间 客运公司还要进一步评估 此案是否可行 预定9月中旬决定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独行